今天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內政委員會他們那邊好像是在做那個凍結案的審查 然後我們不太清楚凍結案到底是怎麼運作 那個可以稍微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凍結案等來講是最主要就是說有時候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有些一種當然就是說直接把它刪除 那另外如果說又覺得說他這個是必須要做 但是又覺得他的準備不夠或者有餘力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先把一部分的預算把它凍結 那凍結就等那個他各單位來說明了以後 如果認為說他有改進或者是有交代清楚 我們就可以把凍結案把它解凍 所以現在目前像內政委員會很多委員都在進行的就是這個凍結案 就是說上一次預算審查的時候有把他們部分的預算凍結起來 他們現在正在進行他們已經改善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回到今天這個會 所以今天黃東順委好像他比較願意開放讓大家做會議審議 沒有他還是我個人認為說他還是講話主持會議 還是非常的強悍充滿的挑釁 那他即使來講我們今天最主要是早上來講 大家是針對他上一次的會議 第一個他來的時候就宣布上一次的議事錄 就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他要做上一次會議紀錄的確認案 但是我們認為說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根本他就充滿的瑕疵 而且他那個紀錄跟事實都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我們大家就以這個議事錄還有這個會議程序 在跟他進行這個理清 他像上一次來講他開會 他來的時候根本也沒有宣布一個上會時間 就是上一次到12點到晚上12點他還是 他還是沒有宣布上會 人都跑光 但是他今天突然就來說 有上次的會議紀錄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們就覺得說這是很不可思議 立法院的會議紀錄怎麼可以說 你說了就算這樣子 你總是要有個忠實的呈現 所以說早上來講 大部分的話就是針對於是說 上一次的議事的議事錄 我們在做一些確認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他的上一次的議事的組織 瑕疵很多 那他們就是一直強行的要通過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這樣子 但是我想說這個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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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